那么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 咱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字典了 简单来说 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http协议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咱就会用到咱们之前在tcp里边有的字典 但是咱没讲的叫什么呢 什么三次过手 我四次回数 长连接 今天咱就会见到这个东西 该怎么用了 好了 那回到这来 首先呢 说到了一个东西叫做http协议 那么http协议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种规范 所谓的协议同学们 不要觉得它很难 什么叫协议呢 你在去买房子的时候 你要签合同 合同就是协议 对吧 你在去给别人说话的时候 就比方说 我照一照手 你就知道我在和你打招呼 那么我抛一个眉眼 你就知道我想给你表达什么意思 这都是一种默认一种规范 那么像这种在网络里边的一种规定 比方说 我想浏览器想看的一个页面 那么怎么规定 你先给我传什么 我再给你传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一种规范 那么协议就是一种规定 一种约束 那么http协议是什么呢 叫超文本传输协议 就是http翻译过来 就是超文本传输协议 那么这个它是网络协议 网络协议能有什么用呢 它能够让你的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的时候 它的一个约束是什么 这就叫做http协议 那么http协议呢 它呢 是基于tcp的 简单来说 它是基于tcp的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说你想要有http 它必须先有tcp 它这样的才可以 那么这个地方 你大体了解这个概念就行了 咱们详细的过程 咱们到时候呢 会给大家讲解网络通信过程 在里面就会详细讲解 那么简单说 http协议 是用来一种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一种传输的一种约定 一种规定 这就是http协议 当然了 今天这个协议呢 已经应用到了不在浏览器的方面 也用到了http协议 也会有 那么简单来 简单来言之 http协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现在走来的就是一种规范 一种约定 那这个规范这个约定是干什么的呢 来保证你的浏览器想看这个页面 打个比方 我接下来呢 我用谷歌浏览器 我去防了一下百度 那么这个百度这个服务器 它怎么给浏览器的这个页面 它怎么显示的 这就是一种规定 这就是一种约束 这就是http协议 起到的作用 听懂意思了吗 所有的浏览器今天上网 都是http协议来规定的 客户端先发什么 服务器回什么 客户端又发什么 服务器又回什么 最终一个页面才能够看见 那另外一个意思了吗 这就是一种协议 一种规范 那么这个协议 你说是说的轻巧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怎么 看着啊 我给大家模拟一个东西 回到我的 这个windows 回到我的windows 这个没错啊 就是我的windows 在这个windows里边呢 我原来的时候呢 交给过大家一个东西 在这里边有一个叫做 网络贴助手 还知道吧 我把网络贴助手打开 我问一个问题 网络贴助手 我选这个是UDP 选这个是服务器 选这个是客户端 我接下来想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我让我这个浏览器 注意了 我windows里边也有个谷歌 你会看到Ubuntu里边有谷歌 Mac里边有 以及windows里边也都有谷歌浏览器 因为实际开发就往往有这个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浏览器打开了 这个网络贴助手打开了 我接下来想让浏览器 去访问本地的一个程序 拿到一个数据展示 你觉得 我接下来想让他 他当这个程序的话 他应该当服务器还是当口的 服务器 没错 浏览器 百分之百是靠端 那他问别人的网站要数据 网站一定是个服务器啊 那无非是干什么呢 无非是我让浏览器去问我自己这个电脑里边一个程序要数据 不就完了吗 你啊 这个 是问百度要的吧 对吧 我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写个网址 只要写成我自己电脑的网址 那不就像我自己去要了吗 只要保证我的电脑上里边有个程序能够完成类似于百度服务器的这种功能 那请你同学们将来我这个浏览器是不是就应该看了一个界面 没错吧 那么好了 同学们也就说这个位置啊 你应该让他充当服务器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写IP地址了 写IP地址啊 我看一下我的IP地址 这个地方呢 他 我如果是连了网了 我这个外网已经连了 连了网他这个地方就没有 没有了同学们 我先试一下 我这个地方 我只是先试一下 不确定的话 我再换一台服务器 不用他了啊 因为我现在上了网 把网断开也行 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写上127.0.0.1 0.0.1 127.0.0.1 8080 OK 我先连一下看看 能不能行 可以啊 可以 我先试一下 能不能有反应 有单就继续 127.0.0.1 然后冒号 然后8080 可以有反应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在同桌给大家来说一遍啊 有反应 我就再来 再来一遍 因为这个是现在连的网啊 有个上网 所以说呢 不确定 好了 打开这个东西 然后呢 选择TCP服务器 本地的IP 咱们原来在去讲 Linux的IT的时候 ifconfig命令 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叫127.0.0.1啊 这个IP有什么作用啊 如果你接下来想要发送的数据的目标 是本机 可以写两种IP 一种我先用这个什么呢 命令也行 就是说我原来交给大家一个命令 敲上CMD 然后我IP config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当前能连的网的话 那么差不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IP 这个没错吧 还有一个就是127.0.0.1 那么真正的你想完成的一个特点 就是像让你的浏览器去访问自己 你真的需要查看一下IP吗 不需要 一般来说呢 基本上就写127.0.0.1 那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端口呢 就随你了 你写8080也行 还是写7777 兜箱 编辑 那么意味着 这个当作服务器已经预计下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呢 你把浏览器打开 好了 接下来啊 咱们不是接下来想说什么是HTTP 你看好了 什么叫做HTTP 我打开浏览器 我用这个来模拟服务器 我用这个来就充当我的浏览器 没错吧 我书上网址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咱们会在啊 就这么说 把它网站挪一挪 正常情况下 咱们看到一个网站的时候呢 会写的是什么3W的百度 或者3W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做域名 它最终呢 变成一个IPD字 将来它会用了DNS服务器 把DNS协议把它变成IPD字 那么这怎么变的 不用着急 过两天之后我就给大家讲解 那么这个东西 它到底会怎么变成IP 到时候再说 简安延伸 你这个地方写上域名 最终还是变成IP 你要是直接写IP 就不用变域名了 直接请求 你懂我意思了吗 好了 127.0.0.1 那这就是本机的IP 那么如果我想访问一个 本机电脑上的这个特殊端口的程序 那么我会在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一个英文的写号 隔开端口 8080 然后就切记按回车 321走 当我按了一下回车之后呢 有这么几个表现 第一个 这个地方在转 看见了吗 你看看 是不是还在打圈呢 它在干什么 请问 这个地方有页面反应吗 没有 它在干什么呢 等待服务器给它回页面数据 那么也 因为这一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出了服务器了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其实此时是不是它已经收到数据了吧 来咱们看一下 把这个框拉得大了 你看收到什么数据了 你看 对吗 我把这框咱们拿出来 这个字体有点小 咱们把它拿出来 咱们找个地方 咱们放下 把字体变大 来咱们看照 在Sable里面 有View里边 这个地方有个它 就表示是个换行 还是不换行 你在放大的时候呢 即使换行了 即使东西太多了 超过一行 它也不会换行 如果你要是在有它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这行到了这个位置 它显示不开了 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 打到下一行里面去了吧 就是这么个功能 来大家看 它的东西简单来说 有一个get 这个地方有个空格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斜杠 接下来是不是有个空格 后面是不是来了http 斜杠1.1啊 那么也就是说 当浏览器想要向服务器 去要一个页面的时候 那么发送过来的这一坨东西 就是http协议其中的一部分 能听懂了吗 那么这个协议到底表达的 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要是在你的 我打开这个我这个插屁 打开我的插屁 如果要是在你的浏览器里边 你后面没有写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写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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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htt秒 你没有写 你没有写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写杠 听懂我意思了吗 如果你要是写上了 比方说咱们访问一个王者 就是经常见的什么什么什么的htt秒 那这种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我再回测一下 咱们看看 走 这个地方这个搜数据呢 他有的时候不太合适 来我清空一下 我再来一遍 来走 打开 此次又是收到了什么 哪个地方不一样 只有这里边了 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和现在 你这个地方 王者写的东西 是不是基本上 是不是对应的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写的是 叉叉叉叉叉点htt秒 那么将来服务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会收到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再写上一个比较套数的比方 我写上一个A下的 B下的 C下的 D下的 然后index.htt秒 接下来看着 我先把它清空 然后呢 我再回测 走 大家再看 所以我将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收到了A下的 B下的 C下的 index.htt秒 那么这就是规范 这就在httb协议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 咱们刚刚不是说了 这个其实表示的是浏览器 想要问你的服务器要什么 这是这里边对核心的 这个地方标记了要什么 这个get 表示是问浏览器要 而不是给浏览器传 打个比方 什么地方会用的传呢 托卖设想一个场景 我在一个网站上注册一个用户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 你在浏览器里边 输入的用户名 输入的密码 是不是要传到网站上去吧 那么那种时候叫做上传 而get呢 你是为了获取一个网页的数据 网页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种时候就叫get 那么以后呢 咱们后面会详细讲 有get 有post 有delete 有put 等等 有很多种 这么说能理解了吗 简单言之最常用的 就是你打开一个网页 打开网址 一般都是get 好了 那么我简单来说 整体来说 这就是httb协议 那么第一部分 简单来说 这个地方是核心标记着 浏览器要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规律的 除了第一行之外 接下来的东西是有规律的 那么这个规律的表现形式是 前面有个东西 后面有个冒号 前面有个东西 后面有个冒号 非常利息于咱们的字典 内容表现形式 但是同学们切记 它并不是字典 它是什么呢 字符刷 那么也就是说 同学们注意听 我这个地方收到的数据 请问是否也就意味着 是tcp收到的 读乎串数据了 是不是tcp收到的数据 没错吧 tcp收到的数据 这里面全部都是读乎串 那么原本这一是 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是这点 只是类似的方式 那么一个冒号前面的东西 表示 这个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是具体的信息 好了 咱们简单说一下 这些表现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示浏览器 请求的是哪个一面 这个表示 服务器 它的一个IP地址 端口等等 就是说 它请求的目标 是哪一个IP 哪一个端口 connection呢 表示的是长链接 这个你先甭关心 长链接后面 慢慢的就会讲解了 就未来 明天后天 咱们就知道什么 长链接 慢慢就知道 先甭管它 accept 表示的意思是 浏览器 可以接收什么样的格式 可以接收这种格式的 可以接收这种格式的 可以接收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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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的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一种特殊的格式了吧 简单言之 浏览器为你去要了这种 这个这个数据 请求 你将来可以给它什么格式呢 这些格式的数据都可以给它 好了 这个呢 是它自己规定的 什么upgrade 什么什么 就添加一个1 一般来说 这个会有 表示请求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呢 表示请求的链接方式 是短链接还是长链接 这个一般也会有 这个表示浏览器 可以接收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那么这个一般会有 叫做user isn't 那么这个呢 咱们大家呢 会在后面 咱们那个爬虫阶段的时候 你会大量用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什么呢 我估计咱们大家 在昨天的时候 去爬一些网站上的图片 人家是不是不给你返回啊 我估计你会很惊讶 为什么呢 说什么 这就应该是这个现象 我就问你 你好不容易花了很多时间 你做了一个网站 你希望别人 写一个简单的python程序 把你网站的数据 都给你当下去吗 你绝对不希望产生 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你竟然怎么想 同理咱们的同行的 这些同事们 也这么想的 你不是刚才学了爬虫吗 你嘚瑟什么呀 我就是不想跟你数据 怎么办了呢 你请求的数据里边 正规的浏览器 请求的数据里边 一般都会有user agent 表示浏览器的版本 你昨天写的那个 URL request 那个请求里边 你并没有来模拟 一个浏览器的版本 假言之 你昨天的那个请求里边 基本上就只有这个东西 听懂了吧 你后边的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还比较关键 这个东西比较啥呢 表示浏览器 就是客户端的浏览器的版本 他说的 Mozilla 什么5.0 它是Windows版本的 然后呢 Apple WebKit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嘉年人说了很多 这个标记浏览器的版本 能听见我的意思了吧 一般的服务器 他怎么知道你是机器人 还是你是知道你是普通用户呢 请问如果是普通用户 他一定会用正规浏览器 这个没错吧 那么他就把常规的 常见的浏览器版本 他放在一个列表里就判断 如果你是常规的浏览器 他允许数据返回 如果你不是 咔碰干死你 你就啥也看不见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叫做反爬虫 那么将来咱们大家 学爬虫的时候通告告诉你 爬虫很简单 但关键什么是难的呢 反爬虫难 我想爬A网站 A不让我爬 我就想方式啊爬 所以说你爬下去之后呢 A的开发者就不爽了 你凭什么能爬呢 他就想方式啊 反而你爬 那么你就想方式啊 又爬 最后的战争呢就是 两个程序员之间的战争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表现 所以说什么 其实所有的爬虫啊 耗费时间耗费在哪呢 都是放在了 怎么去防止反爬虫机制 突破 像你的验证吧 你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为什么要有验证吗 闲得没事干了吗 我租策一个网站用户 明明码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给我验证吗 目的只有一个 防止机器人去租策 什么叫机器人呢 自本来讲就是 你闲的程序 其实就是一个机器 而不是一个人 那么这种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个假的 那么这个浏览器请求的时候 它会自带这个东西 表示浏览器的版本 这个accept 一般只要出现 accept的同学们 它也能害得出来 是不是就能够接受的东西 我能够接受的 以扣你 压缩格式 如果服务器给我回过来的数据 很大 它往往会采用压缩格式 那么我会告诉服务器 采用哪种压缩格式呢 你用gizip的也可以 你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 这么说理解吗 那么accept language 就是我能接受的语言 我能接受中文 听懂了吗 我能接受中文 好了 最终咱们回个头的 咱们总结一下 当浏览器 当浏览器 向一台服务器 去请求一个数据的时候 你浏览器的网址 这个地方怎么写的 将来浏览服务器 这个地方 就会收到什么请求 除了你浏览器 告诉了服务器 你要的东西之外 默认的规定 http规定了 浏览器需要提交 这么多数据 提交这么多数据的目的 只有一个 让服务器能够识别出来 你是哪一个版本的浏览器 你可以接受 什么样格式的数据 你是否允许压缩 压缩的格式是什么 你到底可以认识哪些语言 你听懂了吗 把这一坨东西 一起传给服务器 服务器就知道了 浏览器的版本 浏览器想要什么 浏览器的格式又是什么 统统知道了之后 请问他们 接下来 你是不是应该 为浏览器服务才行 所谓的服务是干什么 你用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indexed gmail 请问是个道理吧 那么我只要把一个数据返回给你 你充当这个页面的一个内容 你接下来展示在页面上 请问是不是你就看到了个效果 那么也就是说 这仅仅是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的时候的数据 来 我写个东西 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的请求格式如下 这是咱们刚刚看到的请求的格式 这么说能理解吗 那么服务器想要让浏览器看到一个正确的页面 那么记服务器给浏览器回送的数据 那回啊 回送的数据格式如下 那么我怎么知道什么格式呢 我怎么知道什么格式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真正的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 很简单 怎么办了呢 我用浏览器请求我的 我当然不知道回什么了 你说是吧 我只要怎么办呢 什么换个思路来讲 我检查 打开 往上拖一拖 注意了 如果你要是点这个按钮 注意看我的鼠标 看我的鼠标在哪 如果你要是点一下这个小 有三个底的这个东西 有三个底的这个东西 那么将来它会出来这个东西 没错吧 如果你要是点这个 你的东西就在这吧 如果你要是点这个 你的东西就在这边 如果你在点这个 那么它就在下边 如果你要是点 还有一个不是我没试过吗 你点的话 大家也会发现 是不是相当于 出来的一个小框 你要试给这里了吧 单独出来的一个框 把这个服务器 把这个浏览器给它缩小一个版本 它怎么缩小呢 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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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让他们看着 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弹出一个星框来了 一般的不会这么多 选择它 然后找到这个 就相当于内嵌 然后嵌进去 这种时候 它又在一个浏览器里面 好看 好看 把这个东西 把最下的插关掉 那么 我原来的时候给大家说过 这个是用来选择 一个什么元素的 对吧 这个可以模拟浏览器 这个可以模拟浏览器 咱们摸一下 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 你没发现这么小了呀 模拟什么浏览器呢 你看 我找一找 应该它有个型号 点这个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6 Plus iPad iPad Pro 然后 为什么没有你的华为的呢 你懂的是吧 你懂的 来 一般就是 所有的手机 基本上都是在向苹果看齐的 一般都会有苹果 不会有华为 也不会有小米 你放心吧 一般点的 比方说你买的是6 Plus 就是6P的屏幕了 这么大 它基本上就这么大 你刷新 为什么页面变了 我请求的是这个网址吧 为什么页面变了 你再把这个东西一点 你回过头来 你再刷新 是不是又回到了这个页面 为什么呢 百度服务器 现在它做的什么呢 简单来说 做的是相当 反正我是不买招的 什么呢 你一般咱们打开百度是想干什么 是不是搜东西了吧 咱不会去看百度那个破新闻 百度的新闻 我告诉你都是打他们球 特别咱们以男生为例 一般都会看一些 稍微有点那个什么样的网站 新闻 都会看这些 百度现在就这么恶心 他就是看那些东西 不犯法 但是呢 还想吸引着你的眼球 突然一个女性怎么样 后面 怎么样呀 对吧 你有可能就点开了 现在这些东西 我倒是都是在打的这个 特别的吸引的标题 这都是不合适的 都是不合适的 点这个模拟浏览器请求 点这个来审查元素 点这个console 能够实现一个效果 什么百度小的东西 一张网页 要怎么经历的过程 什么什么 甭管它了 如果你想偷简历 你看百度做的 是吧 你可以偷简历 你可以点这个 然后呢 点source 这里边的一些字眼 比方说你点什么 amage图片 这就是你从百度 下载一下的图片 都在这 本地有 点network 这才是我要告诉你 正确的东西 点一下network 点一下这边 红按钮 右边的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是把当前 你已经得到的 这些东西 清空 看过这 清空一下的 没了吧 你要是点了红按钮 它就不会再有记录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 它会把你访问一个网站 整个通信过程 它全部给它记录下来 你先请就是什么 又请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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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这 来怎么看着 我翻二一 我回车 你没发现 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 这一坨衣服的什么呢 点开第一个 你看 点开第一个 大家没发现 现在是不是就出现了 一坨这样的东西 那这一坨东西里边 简单来说 分为三部分 要听了 别困 第一部分 一个简单的 一个描述 一个通用的 一个通用性的描述 你请求的是谁 百度 你请求的方式是什么 request the matter 对方回应的 什么东西 对方200表示OK 那么remote 远端 远程 远程的地址是什么 百度的服务器IP 这就是百度服务器IP 也就是说 你最终要把域名 换成这个 115.239.210.27. 如果你要是黑客 你就直接黑这个IP 黑了之后 百度服务器就挂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 什么什么reference 这个甭关心 对吧 这是第一部分 叫这个 普通性的 一些数据的描述 还有一些东西呢 看这个第二部分 这个是一部分 从这个位置 又是一部分 一共三部分 听到我意思了吗 第一部分 它只是一个简称 最核心的 你要看 其实是记下的 这个和这个 这个来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来翻译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request 在程序开发的里边 叫做请求 那么response 在开发里边 这叫做应答 老王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东西 你发的 老王能不能给我一点东西 这叫请求 老王说行啊 我给你 这就叫应答 听懂了吧 请求就叫request 回应 就叫response 那么 好的吗 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 request的 heiders 是不是有这么一坨的东西啊 来 你点一下viewsource 这个地方 注意看 是不是有个叫viewsource啊 你点一下viewsource 走 这啥意思啊 这是什么 是否是咱们刚刚用这个浏览器 请求咱们这个服务器 看个数据 你没发现 我真正在请求百度的时候 确取 是不是浏览器 也会提交这个东西啊 这就意味着浏览器 提交的东西 那么既然这个是提交的 请问回应的是什么 怎么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response 服务器回过来 书家 我想真正的看清楚 服务器到底回的是什么 是不是点他 没问题吧 来 点一下他 看看 点viewsource 看到了什么 来 右接 复制 回到咱们这里边去 看到吗 你看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应答 来看这 浏览器请求 向服务器发的东西的时候 发这个东西 服务器要是有反应 服务器就会给你回这么多东西 听清楚了吧 那大体上这坨东西呢 还就是最低了 返回的数据里边 大体上分为这么几部分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第一部分是 http-1.1 那这个1.1和咱们请求的这个1.1 这个格式 这个1.1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当前http协议就是这样规定的协议的版本 是1.1版本 这个协议已经经过了差不多很多很多年了 前段时间的时候 前一年还流行1.0 近几年已经变成了1.1了 近年变成了1.1了 也就是说从一个网站诞生一直到今天 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 它的协议版本才更新到这么点 这就是1.1 说不定以后会变成1.2 1.3 1.5 2.0 这都有可能出现 听懂了吗 当前是1.1版本 好了 我给你回送的数据的协议版本 是http协议 1.1版本 200 表示什么含义呢 你要的这个请求 服务器有 那么他后边给你写了个OK 就简单的告诉你这个200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般200意味着就OK OK意味着什么呢 你要的页面有 知道吗 也就是说 我请求了一个这个路径 百度服务器有 有 他才给我回200 如果是没有 你就会看到经常性的那个404 你总见过吧 当我访问一个网站 访问一个页面的时候 他砰404 意味着什么呢 你要的这个资源 服务器找了找 没有 他就给你回过来的数据里边 就不是200 而是404 后面呢 再跟上一个 Fail Not Found 将来浏览器就会显示404了 听听说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同班 言外之意 请求方浏览器 向服务器发这个 到底请求哪个文件 这个地方说的话 服务器要是能够找到 你找的这个文件 那么服务器就会给浏览器 回送这样格式的数据 一去一回 这就是HTV协议 听懂了吗 规定了 怎么去请求 规定了 怎么回来 那么回来的数据里边 第一部分 百分之百是这个 请求也是一样 请求的第一部分 一定是这个东西 回应的第一部分 一定是这个 听懂了吗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坨东西 就很类似于咱们请求的那种格式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都是一个 一个值 一个冒号 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一个冒号 一个东西 请问是他了吧 这里边就是将来浏览器 想要告诉你服务器的一些特殊的信息 咱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 你猜浏览器 你猜的猜得出来 什么意思 服务器当前的时间是这个时间 服务器当前的时间是这个时间 那么 catch catch control private private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你的缓存是公有的 就是大家共享的 还是自由的 自由的 编码格式 我给你回过去的压缩格式 大家看 accept encoding 这意味着啥呢 accept encoding 意味着我浏览器可以接受的压缩格式 那么你将来 你如果把数据压缩了 给浏览器回过去之后 浏览器就会下 content encoding gzip 这意味着啥呀 我压缩的格式是gzip 我为什么要压缩 为什么 如果你看到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数据相当大 那肯定是为了更快速的传输 对不对 所以说它一般就压缩 压缩之后 你的浏览器自动解压缩 我告诉你 浏览器是自在的 自在解压缩的 好了 我告诉你浏览器的格式 是一个普通的stml页面数据 那么它的编码是utf8 在这里边是有的 然后还有什么server 这是百度服务器 它的一个简称 百度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server 这是百度的一个服务器 是自由的 正常情况下 咱们访问一个网站的服务器 一样么是阿巴奇 一样么是NJX 一般是这两个 百度像这种超大型公司 它一般都是自己开发 不会用什么NJX SightCook SightCookie SightCookie SightCookie是啥意思 我告诉你一个问题 大家对听了 当然了解 你没发现一个问题 打个比方 我昨天晚上我在宿舍里边 我想买个挂护道 我就在京东 我一浏览一下挂护道 但是我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没买 因为我觉得价格不太合适 比方功能也一般 我没想买 但是到了第二天 我在用我的浏览区去访问网站的时候 只要是在广告的地方 它通通都变成了挂护道 有印象吗 有类似的场景吗 我就比较纳闷 他怎么知道 我访问的是京东呀 但是我现在访问那个接待网站 他怎么知道 我要买挂护道呢 你试试给他理了吧 同学们 我告诉你 其实浏览器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当浏览器向你的京东 去请求一个数据的时候 请问京东里边 是不是能够得到你所有的数据了吧 那么京东的服务器 它就会向你的浏览器里边 不是应答吗 它应答的时候 它会向你的浏览器里边悄悄的传递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只要它的应答里边 这个地方包括setcookie 后边有个东西的话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咱就以这个为例 咱就以这个为例 setcookie 这属于变量 setcookie是什么 不管它 等于一坨 你没发现 这个东西等于一坨 是不是有个值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你如果去访问百度 访问腾讯 访问京东 那么京东的服务器就会检查一下 你浏览器请求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值 如果浏览器请求的时候 没有这个值 服务器就会在回应的里边 有这句话 这句话浏览器接收到吗 不是啊 浏览器接收到之后 浏览器就会在你的本地的缓存里边 浏览器会自己有缓存的地方 它会把这个东西当作变量面 把这个东西当作数据值 存到你的浏览器里边去 那么最终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你过来看 我的这个请求和我刚刚 我用自己那个浏览器去防卫那个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没发现一点 就是我用这个服务器去 我用这个浏览器去防卫咱们自己服务器的时候 数据是不是很少 但是我用这个去防卫百度的时候 你没发现 Cookie 什么百度 Ui 百度应该是什么 百度 ID 百度 ID ID你懂这是不是身份的意思了吧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百度想记录这是哪一个用户 浏览器会这种提交 这是一个字 这又是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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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发现我浏览器在去访问百度服务器的时候 你没发现有一个这个Cookie 然后Cookie里边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字 这么多的字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告诉浏览器这个用户是谁 同学们 有一点你想想 我想买一个东西 我有可能登陆京东 我有可能也没登陆京东 没错吧 那我如果要是不登陆京东 那么京东它怎么标记是我呢 我把电脑关机了 第二天我在开了机 我在打开的时候 它依然给我谈了个广告 它怎么知道是我 其实很好理解 我简单说 简单说 注意看啊 浏览器向服务器去请求的时候 服务器检查检查 你有没有那个Cookie值 要是没有呢 服务器就会通过setCookie 给你设一个字 当浏览器收到这个应答的时候 浏览器不是要解析吗 浏览器一解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浏览器就认为 我接下来应该在我的浏览器里边 创建一个新的变量等于它 然后它的值等于它 什么时候提交这个值呢 只要是访问百度的任何网站 我通通提交这个值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相当于浏览器有个特点什么呢 每访问百度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把这个值放到里边 都会提交呀 那么百度就有了一定的参考的数据了呀 你每次去请求的时候都会提交这个数据 百度服务器一分析 原来上一次的时候 这个用户访问了一个 是吧 挂护刀 下一次的时候呢 又会访问了一个Mac电脑 那么将来百度一分析 哎呦 这个用户有可能想要买电脑 也有可能想要买挂护刀 所以说接下来 它在联合百度 阿里巴巴里边 有个东西叫做阿里妈妈 联系了阿里妈妈之后 接下来推送广告 接下来你就收到了广告 没错有个阿里妈妈 阿里巴巴是搞商业的 直白来讲什么 你是不是买东西都在淘宝买东西 来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淘宝抵抗 看上啊 淘宝抵抗吗 你想买个什么东西 咱买个 你想买个啥 就咱就说买个 买个手机 假如说咱买个手机啊 好了 咱买个手机 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手机了吧 来 打开那个网站 叫做1688抵抗 来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输手机 不是搜集 是手机 来 手机 咱就以这个为例 什么 什么 DZ09 我在淘宝里边搜一下 DZ09 智能书表 来 看看啊 DZ智能书表99 这个是多少钱 你没看多少 DZ09这个型号的手机69 同样的型号的手机 差不多 有可能改了个PS 改了个图片 什么意思 现在你在淘宝里边买的东西 我告诉你 基本都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在阿里巴巴这个网站 先去批发 然后在淘宝店 开淘宝店 然后接下来你在淘宝上买 也就是说就有这么多小白 愿意踩这个坑 你这活该 你没办法 从这里边去采购 在这里边卖 那么最后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花一万块钱 我先买个几十个手表 放在我家里边 你要是买了呢 我就还能卖给你 可以吧 但是现在存货有风险啊 我要是买了一万 卖不出去怎么办 所以说现在阿里巴巴 都是这么改的 我在淘宝上开个店 我把图片弄得相当炫 用户只要付了钱 我就联系在家 你给我发一个货 发来哪去 那么最终 你就会经常看到一个特点 我明明买的这个商家 它是杭州 但是最终发货是广州 或者广东 那不用说了 你就懂得是头哪发的了 广东不是有个地方 叫华强北吗 就华强北相当神 我用不了多久 我告诉你啊 你在市面上 一定会见到 华强北出来的iPhoneX 百分之百的 安卓做的 外壳 界面 用起来的流畅度 一模一样 但是系统就在安卓了 百分之百 华强北 绝对是个神奇的地方 相当给力 不得不说 山寨的源头 就在那个地方 好了 你没有发现个特点 我刚刚所说的 是不是还有阿里巴巴 1688 其实就是阿里巴巴 还有个东西呢 叫做阿里妈妈 阿里妈妈的网址 我不知道 你可以说一通 阿里妈妈 你总听过淘宝课吧 没有那句话 阿里妈妈 用来干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放广告的 在一个网站上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网站要放广告 网站挣钱 怎么做的呢 从阿里妈妈里边领广告 把广告的地址 放到你的网站里边的 某个页面里去 接下来你的右下角 谈的那个广告 基本上都是阿里妈妈的 你浏览1万次 我给你10块钱 你点10次 我给你10块钱 那么这都是营销特略 这个地方当初了解 当初了解 好 同学们 现在知道这个Cookie 意味着什么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网站 往往会根据Cookie 来追踪用户 这就是这个现象 我告诉你 国外的网站的多的 还是比较人意的 国外的网站 想要追踪用户 它会弹个框 它说我们为了 更好的服务 你有可能接下来 需要追踪你的用户 需要进行设置Cookie 你允许还是不允许 允许就设 不允许就不设了 但是咱们国内的网站 不会和你打招呼了 你懂吗 强制性的就是 收集你的数据 那么最后的一个东西 我告诉大家 Cookie能够有什么用呢 之前在美国 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父亲 把一个网站 告诉他的法庭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父亲 他的女儿 也就十几岁 有可能没有到18 因为美国人 本来就开放吧 十几岁就比较成熟了 有可能他女儿 十二三位 还没有到成年人的程度 然后他就经常性的 发现他的女儿 在去用电脑 经常性的谈一些 成年人的一些用戏 对吧 你们都是成年人 这个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说了 就是一些成年人的用戏 那么江户父亲 就比较老火 我孩子这么小 你怎么能推动 一些成年人的用戏 把这个网站告 在法庭上 这个法官你说了 被告 你有什么冤枉的陈述的吗 你说陈述一下他 然后说 法官大臣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 他的女儿 需要这些产品 我们才推广了 他父亲火了 到了法庭的面 真的骂得一头 扯淡了吗 然后最后 这个公司就说了 为了咱们公正旗舰 法官大臣 你可以安排一些警察 或者安排一些女性警察 领着这位学生 女士去医院做个副检 做个副科检查 最终的结论 怀孕了 父亲立马撤诉了 你还打什么关子 这回就是对的吗 给你推广一些这些东西 怎么来的呢 用户的收紧 怎么知道用户的喜好 我告诉你 都是通过库基来的 听懂了吧 以后你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一个词语 叫做用户的话像 不是说你长得怎么样 是来描述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就立刻 访问你们网站的人 消费水平差不多 年收入有多大 我估摸估摸 那么访问你们网站的人 是女性为多 还是男性为多 访问你们的网站的年龄层次 是20到25 25到30 35还是35以上 请问是不是有个年龄层次了吧 只要把这个用户的画像 分析出来之后 我接下来 同学们 一般女性呢 比方说买衣服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中招 差不多吧 概率很大 男性呢 像我这种的 什么中招呢 比方电子产品中招 衣服我是不中招的 你再漂亮衣服我不买 但是电子产品 就东西 女性买衣服 对吧 男性买电子产品 男性甚至买车 这种东西呢 他比较喜好 分析了用户的喜好之后 接下来我退广告 请问 将来成功的可能性 是不是更高了吧 所以说用户的画像 最终就是用大数据分析出来的 大数据分析的前提 我的有数据 数据就这么来的 听懂了吗 所以说懂吗 要及时的清理浏览器 不清理浏览器也行 你只要过几天 你回家 你打开你的浏览器 你看一看 随便打开个网站 你看看谈的什么广告 你就知道你孩子 看了什么电影了 懂我意思了吗 浏览了什么网站 你只要看广告就行了 一定和他浏览东西相关 所以说通常懂的 一定要及时 清理浏览器的缓通 是吧 交给大家知道 一定要及时清理缓通 否则会 很多网站说要追踪了 那么回头来 到现在 咱们再去理一理 咱们再看看这个东西 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 一定发债稿 那么服务器回的时候 一定回债稿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那么根据服务器 是否想要告诉浏览器 一个性质 就看这个地方有没有 如果有 就说明浏览器 想要告诉客户单 一个性质 如果服务器 不想告诉浏览器 一个质 那么服务器 发过来的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它了 好了 这个就可以没有 服务器如果想要告诉你 浏览器 服务器的版本 那么可以有这个 没有 那你删了 可以不同吗 所以说这些质 都是 可以自己规定的 那么整体来说 HTTP协议 大体来说 一 这是请求 二 这是应答 这么说能理解了吗 这就叫做应答的头 那么如果我把应答的头 在这个位置 我也模拟一下子 我发送给浏览器 浏览器会在这个地方显示吗 各位们 不会 浏览器想要看了一个页面 它除了头之外 还得有什么呢 真正用户要请求的 这个页面的数据 还小 那么因此 当你的服务器 想要给你的浏览器 回送数据的时候 基本上 最最最基本的格式 是这样的 对吗 最基本的格式 你接下来的这一坨 可以都没有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必须利用 这么说理解了吧 如果我要是回送了数据 那么一般它会是这样的 比方说 这个地方它回送了一个 这样的 哈哈 请问 这些样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一个页面 一个信息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同样直白一点 你右肌 你检查一下百度的圆码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有个status OK 接下来后边 是不是有对坨的数据 Ctrl A 选中 Ctrl C复制 接下来 你把我刚刚看的那坨 粘贴在这位置 有600多行 来同学们 往上翻 往上翻 往上咱们应该差不多翻到这 来咱们看照 整体来说 从这个位置开始 一直到对下面 都是服务器回过来的数据 服务器回过来的数据 分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这叫hider 这叫头 第二部分 这叫什么呢 这叫body 这个叫做body 这个字其实是黑的 看不出来 我给它改成红的 这叫body body怎么讲 这叫body 这叫内容 然后上面的这一坨 这叫什么 hider 上面叫做hider heder 这叫头信息 接下来的这叫什么呢 这叫body 那么延维这也是同学们 这是一坨 这是一坨 这叫body 这叫hider 这是一坨 这叫body 浏览器 向服务器请求一次 服务器给浏览器 也回应一次 但是回应一次里边 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头 第二部分叫做body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 同学们 一直困扰着我 大家帮我解解 我怎么来区分 这是头 还是这是蚢 或者是这是body呢 我怎么区分呢 一般情况下同学们 头的作用 是来告诉浏览器一些特性 比方说 服务器说了 要设置一个心理值 比如说服务器的时间是谁 比如说服务器说了 缓存是怎么样的 应答头 告诉浏览器一些信息 一些设置的一些东西 告诉浏览器的body 是将来浏览器要展示的内容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怎么区分哪些是hider 哪些是body呢 说到们 很简单 它的hider里边都是连续的 只要有一个空的行 隔开之后 接下来的东西 你换不换行 无所谓 这都叫做body 听到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我再说一遍 服务器回过来的数据里边分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头 头的作用是告诉浏览器 需要设置一些东西 body的东西 是将来浏览器真正展示的内容 就是说body这一坨东西 它是浏览器将来真正展示的 那么头就是用来告诉浏览器 一些特殊信息的 那么我怎么区分 哪些是头 哪些是body呢 只要浏览器在 收到这个数据 在解析 解析 解析 解析的时候 它遇到了第一个换行 一个空的行 一个空的行 听懂了吧 只要遇到了一个空的行 接下来的东西就认为是body 能力也有问题 好了 好了这个时候 同学们回到这 马上就结论就出来了 浏览器请求了一个这个 我服务器想要给浏览器 看这个页面 我怎么办 加个什么 两部分 hider和头 没问题吧 hider有什么 必须至少有什么 HTTG斜杠1.1 空格200 空格OK 可以吗 背车 我接下来接着写body吗 我接下来接着写 H1 我接下来接着写 这个 小写的H1 然后 画起来 H1 我怎么写吗 如果你要是怎么写 你就很尴尬 浏览器 他不知道 这个是内容 还是hider头 听懂了吗 怎么办 空行 一个空行就行了 隔开就行了 来接下来看 我给他发个球 发个球 是不是有了一部分数据 没问题吧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还转圈呢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因为他还要请求一个新的东西 大体上HTTG协议的整体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这就是这个流程 请求是什么样的 应答又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是不是就是HTTG协议的规范 这就是规范 好了 来接下来趁着打铁 你把我刚刚讲的这个流程 你自己模拟一遍 自己多么多么 这个很重要 把这个过程自己要理解 接下来开始